你有沒有中獎啊 炎炎夏日裡大小朋友們手握冰淇淋 但仔細看他們都裝在環保杯中 許多民眾背著環保袋另外還有些人手上拿著一盆植物 大家看起來都很環保 這是高雄市府環保局為響應世界地球日 上週末在歐茲底森林公園舉辦的活動 近百名大小朋友共襄盛舉現場環小聲不斷 4月22號是世界地球日 高雄市環保局特地在這個駕月 選定在高雄的一個奧茲底森林公園 辦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提醒所有的一個高雄市民 珍惜我們的一個地球 進行減瘦的一個動作 這個也是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一個主要的一個主題 主本單位提供免費的盆栽 讓民眾帶回家 只要拿著電子護照 參加闖關遊戲就可以抽獎 市長陳其邁也出席 不僅跟民眾一起動手做環保冰淇淋 更擔任神秘嘉賓抽出幸運兒 要把這個盡量塑膠的用品掛 減少使用 我應該是要來摸那個大獎 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此次活動許多家長帶著小孩和寵物一起同樂 長陽在茵茵綠草地上 享受陽光 也享受綠色植物的分多金 寓教娛樂 從小培養孩子環保的觀念 對他們來說一定是有正向的幫助 因為環保這種議題也是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只是對孩子是重要的 對我們也很重要 對接下來都很重要 因為畢竟地球就一個嘛 高雄從工業城市逐步推變成綠色城市 市府響應民間企業推廣環保教育 也期待環保理念能夠向下扎根 促進全民環保意識 讓地球更美麗 人間威視網上一宗主名高雄採訪報導